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个影片单独的来解说波兰种跟老面种 我们先来说波兰种的部分 我个人比较推荐用高筋面粉做这种面种 它的效果比较好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高筋面粉 酵母还有水 接着用刮刀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 不要有干粉或是不均匀的疙瘩 整体上看上去是一个很粘稠的面糊面团的感觉 但是它是均匀的这样就可以 另外分享一下 如果你之前制作的面种有这种腐败的酸味 或是面团渗出一些水在表面 并不像我们影片这样子发酵的一个蜂窝组织状的话 那你可以去检查一下 第一你的容器是否是干净的 我会建议你用热水去冲洗干净之后 烘干或擦干再来装这个面种 再来我们使用的水尽量是饮用水 只要把面种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把它集中起来 然后包上保鲜膜 或是轻轻地盖上盖子 我们把它放室温发酵 有两种方式你可以做选择 如果你其实很喜欢面种的那种发酵的淡淡的这种味道 你可以放在室温全程12小时 我测试过几次 室温25度左右的一个冷气房去发酵这个波兰种12小时 它是一个非常刚好的一个风味 那我也试过就是我把它放在没有空调冷气房 可能也不到最热的状态 那时候我看一下我的室温的温度计大约有快30度 那快30度的情况下 我也是放室温12小时这样去发酵 这两种室温的温度 我觉得它的酸度不会落差很大 至少我个人是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做出来的面包味道都很好 那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是完全室温12小时 完全没有放到冷藏的版本 它会长到一定最高的一个状态 然后会开始回缩 就是在这12小时去见它的变化 但是呢你可以看一下 它一样还有蜂窝组织 它虽然有回缩了 但不像是变成原本的一个高度 它是介于原本跟发酵到最高状态的一个中间值 然后蜂窝组织还是有 整个面筋的延展性还是很够的 这种状态就可以直接来使用 那如果你室温发酵12小时之后 没有马上用 记得先冰冰箱 然后一样半天左右赶快把它用掉 那我们现在这个是冷藏版的 就是说我把它放在室温几个小时之后 涨到有三倍大 就你现在看到这个状态 然后把它密封起来 放到冷藏冰箱12到18小时 如果你操作的空间环境 室温一直都是三十几度很热 也没办法开冷气的一个状态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这种冷藏法来制作你的面种 我们接着来说明老面种的部分 其实它的做法其实跟波兰种一模一样 发酵方式原理都是一样 只是它是水含量比较少的这个面种 老面种就是我多加了盐 以及它的水含量是比较少的 那我们就是一样把它先搅拌到搅不动的状态 然后再把它整个刮出来 放到案板上面 把它搓揉一到两分钟 变成是一个很均匀的一个面团状就可以了 老面种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制作出来之后 分切好份量 然后密封装好 放在冷冻库保存 要用冷冻的面种的时候 让它室温解冻到变软面团的状态就可以了 不需要完全退冰 我们的老面种大概就是搓均匀就可以 把它集中起来 放到干净的容器里 然后我们可以包上保鲜膜 或是盖上盖子 室温让它发酵12小时 温度就跟波兰种 我前面提到的一些细节一样 那或是你可以选择常温 让它发酵到大概两到三倍之间 也就是几个小时 这也是看你的环境温度 然后至少要有两倍 到三倍也可以 这样的一个体积膨胀量达到之后 在密封起来放到冷藏冰箱12到18小时 今天两种面种的操作流程 以及它的发酵说明就到这边 操作还有其他的问题 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 我们下次见